前三支支会在春节嫌隙 为了帮助镇上弱势民众提升生活品质 迎接春节的到来 也透过多个企业单位赞助下 办理寒冬送暖关怀活动 发送物资传递温暖 前三国际时支会办理寒冬送暖活动 我们今天准备的礼物有红包 有棉被还有米还有清洁剂 就是一些日常的用品 那就是希望说让这些边缘户的民众 可以享受到过年还是有一些 爱心人士都非常关心的 让他们藉由这一点点的捐助 让他们今年能够过个好年 此次前三支支会能与多个企业单位 洗手做工艺 先愿餐闷而也感谢与会人员们的用心 让社会更加温暖和谐 那也希望说藉由这次的活动 让我们这些相亲好朋友 能够在过年这边能够有一点点的温暖 那在此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许许多多的赞助商 包括我旁边这位二水来的好朋友 我们的陈老板也一起来参与 相关单位有非常的多 那孟儿也在此感谢我们所有这次来参与活动的朋友 先愿餐闷而也希望透过此次活动来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人一起来做工艺 让温暖散播到社会更多角落 那也希望说藉由这次的我们前三次只会 来办理的这个关怀的活动 能够抛砖引玉 让更多的企业朋友 能够共襄盛取 有更多的好朋友来给社会更多的关爱 让我们的社会处处充满着温暖 议长和正锋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 传递了公益理念造福社会 也期许日后能有更多民众一起效法投身公益 来为社会做更多的关怀与服务 记者卢宇凯苏山采访报道